大家好,我是東一走的橋樓鮑勃 日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應該常常聽到朋友來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吃美食吧 金澤的迴轉壽司 香川餡的烏龍麵 仙台的牛舌 雜晃的烤羊肉 真的是讓了獅子大動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日本的當地美食吧 東京以及金板神有其他系列影片介紹 所以鮑勃這次會介紹這些大城市以外的美食哦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洛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洛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 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荒井屋創業致敬已經超過120年了 基本上跟著橫濱的現代化一起成長 目前是由四代目的女將順子經營 Bobbo維恩點的經典看板料理牛鍋的湯汁 是由砂糖、酒、味醂、醬油所製作而成 主體牛肉是荒井屋嚴選的黑毛和牛 配上香菇、蔥、豆腐等等的配菜 稍微涮一下牛肉後加上聖誕汁 讓牛肉的口感變得更順口 除了食材以外 做壽喜燒的道具也是由職人精心挑選 看起來高級又美觀 對整體的幼餐體驗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荒井屋距離橫濱的紅磚倉庫很近 吃完壽喜燒有體力的去逛街拍個照吧 榨豬牌擺明店玩河 應該是橫濱最有名的榨豬牌店 還沒開店後就有很多人排隊 價位大約2000日幣以下 跟一般百名店動輒3000多的價位算是比較親民 豬排炸得非常酥脆 皮的厚度剛剛好所以不會很油膩 豬肉非常的juicy 瘦肉跟肥肉的比例也剛剛好 果然有百名店的水準 玩河所在的馬車道站 有很多傳統的建築 也可以遠處看港未來的高樓建築 一條街可以看到新舊文化的交會真的很不賴 麵包擺明店 Bluff Bakery 位於原町的安靜住宅區 老闆龍德剛先生 想在橫濱打造紐約風格的麵包店 所以將店的外觀內觀 以及提袋都弄得很時尚 當然時尚以外 每次現烤的麵包也是不馬虎 麵包本身偏美式風格 所以口味比較重 吃起來非常有甜味 麵包也烤得非常焦香 很適合一早起床血糖過低的旅客 吃完之後絕對不會頭昏 具有歐風感的原町 已經有150年的歷史了 在這裡悠閒的逛街一下吧 散步到周邊的山下公園 吹吹海風也不錯 楊石百名店 Kimurayu1938年創業 距今已經有80幾年的歷史 經典的楊石菜色 這裡都有 包不點奶油螃蟹可樂餅炸的金黃酥脆 一切開後會發現奶油跟螃蟹都給得很豪華 不像很多店都只有給皮而已 馬鈴薯燉牛肉也是燉得很入味 真的很下飯 家店不會讓你吃到超高級食材 但也有一種家庭料理的溫馨感 楊石Kimurayu港未來沒有很遠 除了散步逛街以外 還可以登上將近300公尺高的橫濱地標大廈 從高處往下看橫濱美景 甜點百名店Vanilla Beans 是一家Beans to Bar的巧克力店 也就是全程從可可豆開始 到成品都是由自家製造 確保一定的品質 包不點的Fond Down Chocolate 是甜甜的巧克力布朗尼 加上一酒香草冰淇淋 另外加上酸酸甜甜的莓果 讓巧克力吃起來不會過膩 是一個適合夏天吃的甜點 另外提一下這家店的可可豆 都是由道德的公平交易所購買的 聖烈安創始於昭和二年 距今已經有八十幾年的歷史 是橫濱知名的老鋪 麵包粉是當店獨創 秘傳的醬汁是使用蔬菜跟水果兩天燉煮後 然後放置一天完成 酸酸甜甜的非常好滋味 大口咬下炸豬排 先是牙齒感覺到炸的酥脆外皮 接下來是非常實在的豬肉 吃起來滋味很好 一點都不柴 再來一口高麗菜 中和一下炸豬排的重口味 然後再吃一口炸豬排 發現一份套餐一下都吃完了 令人一流未盡 橫濱站是一個交通重鎮 很多百貨公司可以逛街 可以留在餐廳所在之處Join Us逛逛 還可以走到東口搭乘Seabass體驗海景 Casati Fujimori 是橫濱的正宗西班牙料理 這一點從裝潢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自1970年創業以來 就一直帶給客人西班牙各地有趣的食物 Bobbo唯恩點了四種前菜配上燉牛肉套餐 只需要1600元日幣 真的蠻划算的 Osambashi是一個國際客船的Terminal 也是一個可以看到港未來景色的一個地點 吃完浪漫的Casati Fujimori 再到Osambashi約會還真不賴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